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CmangQ我朋友大家好 我是安东湾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这个东西 米诺的一些基本的操作的方法 当然米诺我们知道哈 最基本的无外乎两种对不对 一种呢就是平卷回来 还有一种呢就是 对吧 抽它 就是jerk 或者轻的就叫twitch 大的就叫jerk 反正就是这样用力的抽大汤 当然平卷呢不用我都说 你可能根据鱼的不同呢 有的需要高速卷回来 有的需要 当然米诺一般来说速度还是不会太慢的 跟鱼的不同呢有一定的速度卷回来 它完全是可以种鱼的一种耳 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 当然就是发配它自身的特点 也是它比较怎么说呢 也是使米诺让大家觉得好玩的一点呢 就是它的抽动的时候 如果自己的操作 让米诺在腿中这样来回的穿梭 模仿那种的逃窜的小鱼 或者说冰死的小鱼的动作呢 来吸引鱼的咬口 当然所谓路亚呢 通过这种耳有点帅气的操作 然后终于呢这种当然比平面回来 可能在视觉观察机上面呢 会要强很多 但其实就我个人来说的话呢 我是更喜欢那种卷子卷子突然被卡住 然后终于的那种感觉的嘛 当然这就见仅见智了 我也一直聊到 对了先我们把他带回去吃吧 OK 米诺 全面都米诺出来 不管怎么说呢 这两种最基本的操作呢 我相信已经有很多的频道或者影片呢 介绍过的这些基本操作 所以呢细节呢我们就不讲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些操作里面最需要注意的三个问题 如果你没有注意这三个问题 那你就是操作的一个不会重于的米诺 或者说偶尔运气好才能重于的米诺 那你注意了这三个问题 你才是真正的运用好的米诺 好的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看吧 我先扔出去 是吧 当然你也可以评卷回来 对吧 比较快速的评卷回来 这也是一种操作 第二呢就是米诺的典型性动作 对吧 就是jerk的 给jerk背景 扔出去 入水 然后卷 卷到你想要的水沉 然后这个时候开始 米诺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控线的问题 也是控线 对吧 各种都是控线 我看到华语的视频好像很少提到这一点 就是你在每一次jerk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能过度的拉你的米诺 大家看我的米诺过来的时候 我一定是到那个 对吧 就它原来那个点 原来那个点 原来那个点 我就会把线的张力松回去 我一定不会 它原来是比如说它原来到这个位置 我一定不会拉过这个位置 让它有一个多余的牵引的动作 而是到那个点之后 就把这个力卸掉 给它一个很快的出速度 但是呢又把这个拉力松掉 然后它的米诺就会左右左右的弹 而不是迅速的朝你这边移动过来 那只有这个左右左右的弹呢 才是米诺想要有的动作出来 首先 你先落水了之后不要急于劲 先卷到你想要的水层 对吧 不管你是1米2米 这样 到了水层之后呢 然后再开始1 2 你看我的 每次我就当到这个米诺 到它那个着力的那个位置之后呢 就不会再过度去拉它了 这样米诺就会 对吧 左右左右左右 更多的是左右的弹 而不是朝你一直这样前进过来 这么一点的距离 你看我没有收线 我当很多下我都不用收线 就说明什么呢 米诺它只是在那左右左右左右的动 而没有朝你这边移动过来 就把这个线上的张力呢 要把它放掉 而不要一直偏移它 左右的清水的动作 而不是一个像你这样的 拉过来 而且要注意一点的是 到点了之后呢 你一定要把张力放掉 不要让你的线呢 就是拉在这里 这样因为你线的重力呢 你的米诺在每一次切水之后 就可能还有一个多余的 一点点的这种移动 这种移动 对于鱼来说就非常的有违和感 就是你一定要让它 切了水之后 就停在那里 动一不动 线上面的所有的张力 都是放掉的 拉到这个点 拉到这个点 就把线上的张力 一定要松开 松开 并且尽量让你的肝尖贴近水面 因为你把它拉起来之后 你线的重力就会拉动 有可能拉动你的米诺 所以呢就是尽量的 让你的肝尖贴近水面 贴近水面 贴近水面 这样你的米诺呢 就会有一个非常清楚明了的 对吧 干净利落的切水的方式 而中间不会有这么拖你带水 第二个注意点就是 虽然刚才那个注意点也很重要 把你的线上的张力放掉 但你又不能放的太多 对吧 你要保证那个线有一点点那种 又不会太紧 又不会太松的那种张力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时候鱼的摇口 都是在你米诺停顿的那一瞬间摇口 如果你把线放的太松的话 鱼咬了你也不会知道 就你给线上面一定的张力 又不会太松 又不会太紧把它拖动 又让你能够感觉到米诺的摇口 这就是米诺的精髓所在了 所以呢最关键还是空线 让我们总结一下 拉到你想要的水侧来 然后开始了 每次的操作呢 就不能让它过它切水那个点 一到那个点呢就把它 对吧 线上的张力冲掉 但是又不能松的太松 一下都是你竟然看你的线 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弧度 贴近水面的就比较好了 这样在鱼有摇口的时候 你也能够通过干上的感觉 或者是说你看到你的线 感觉到看到有一个摇口 这样你才不会丢失摇口 同时呢你米诺也不会有多余的动作 所以呢这就是米诺最清楚明了的一个操作方法 至于你说jerk的时候 你动作是大尖渴对吧 还是小退起 这个无所谓 就是你的出速度大小而已 但是它们两个不变的就是 你一定是打到那个米诺了 插好切水的那个点之后就停住 不要再过度的拉动 不管你的速度是快是满 骑也快停也快就是这样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你米诺在停顿的时候 有一个小技巧吧 我比较强的就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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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次jerk的时候就是1 然后停住是2 3 4 1 2 1 1 2 3 1 2 3 1 2 1 1 2 3 4 5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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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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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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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这就是今天给大家分享的米诺的基本操作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